好的来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来看一下本季某考大赛当中的这两道中心理解题 首先来看来看这道题意在说明啊中心理解 开头说传统上我们认为啊公众科学素养不足的原因是什么 是什么呢爱科学知识的一个缺失 紧接着后面说因而缺失的模型被科学家提出来了 得到了科学传播研究者的一个认可 这一观点是不是还在说这同样的一个观点 说认为什么呢只要我为公众提供充分的知识 他们就会支持我的科研而实际上你看转折出现了 对吧转折之前说什么呢原因就是没知识 素养不足的原因就是没知识 那转折之后呢咱们来看说科学素养水平 与什么呀公众对科研的态度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相关性 是不是就没关系啊对不 然后人家解释了具体来说不是说公众的知识越多 他们越支持科研 所以跟这个科学知识有关系吗 其实没有关系对不对转折之后再强调这个 我们对于科研的态度与我的科学素养水平 我有多少科学知识没有什么关系 那跟什么有关系呢 后面说了公众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因素 似乎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一个作用 你看程度次出现了 跟科学知识没有关系 科学素养没有关系 跟谁有关系啊 情感态度价值观这些因素 对吧 然后紧接着来 委屈在传播科学的时候 如果只是单纯提供知识 则有可能适得其反 来委屈如果怎么怎么样 则有可能怎样 这是一个什么 是不是反面论证啊 对吧 那咱们先把他这个反话给他证过来 是不是就是不能单纯的只提供知识啊 那我不能单独只提供知识的话 我应该在传播科学的时候 我重视什么呢 哎 前面告诉我们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是啥呀 是情感态度价值观 对不对 所以文端的核心重点 是不是就告诉我们 传播科学的时候 还要重视什么 公众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这些因素 对吧 好 那来到选项当中 对应的就是谁啊 哎 4D嘛 传播科学要充分的考虑 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因素 是吧 那么4D没有问题 那接着我们来看其他为什么不行啊 首先A选项 科学 社会科学在加的这个缺失模型 首先缺失模型是不是在我转折前了 对吧 肯定是非重点啊 说这个模型呢 在实际的应用中存在局限性 那么实际应用有什么局限性文端说没说 有没有说他在应用当中的问题 没有 是吧 文端没有提及 无中生有排除 接着来看B选项 说公众的科学素养水平和他对这个对待科学的态度 没有直接的关联 C选项说 科学素养水平低 不是我传播效果不佳的原因 你看C和B选项 他们其实是一个意思 就在强调我的这个科学 对于科学的态度 包括我传播科学的这个效果 跟什么呀 跟我的科学素养水平没有关系 它俩是一个意思 但是你看 跟我的科学素养水平没有关系的话 文端侧重强调的是跟谁有关系 跟谁有关系 是情感态度价值观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所以他们两个都对应的是哪 我程度词之前的一个非重点吧 对不对 这是第一非重点 第二 他们B和C跟4D选项比起来的话 它是不是也不明确 你跟我这个科学素养水平没关系 它不是主要原因 那什么有关系 什么是主要原因呢 哎 情感态度价值观 对吧 所以B和C直接同时派出 答案我们就锁定在了4D选项 这是这道题 OK了吧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下一道题 来看这道题 意义在强调啊 中心理解 开头说近年来 为了给孩子在这个身高智力等方面提供助力 很多家长呢 就把这个儿童保健体就让孩子吃了 哎 这是第一句 引出一个背景 然而转折出现问题了 什么呢 一些不法的商家企这个企业抓住这种心理 非法添加 虚假宣传 非法传销这种手法 骗取消费者的钱财 这是这个儿童保健品市场出现各种乱象 你看 然而之后告诉我们保健 儿童这个保健品市场是不是乱象丛生 对吧 说有这样的问题 紧接着起始又转折了 说什么呢 正常发育合理进食的孩子 他不需要保健品 这是自然规律所决定的 你看 这个其实之后是不是给出了作者的一个观点 孩子没必要吃 孩子不用吃保健品 对吧 这是他的一个观点 而后文又在说什么呢 说在不需要进步的情况下 且不说这个有没有功效啊 即便是有他宣称的这个效果 过量也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更何况儿童他在发育啊 是吧 器官功能还是脆弱的 过量摄入的这些物质的话 会增加身体的一个负担 所以你看后文在干什么 是不是在进行原因解释啊 为什么孩子不用吃 是因为他不需要吃 不需要进步的时候 你给他吃 那出于啥 就出于过量 因为我在合理进食的时候 我已经把身体所需要的这些元素啊 营养啊 这些物质 我已经摄入了 我已经吃进去了 我在吃进去的情况下 已经吃了的情况下 你还让我吃保健品 那这不就过量了吗 对吧 这就是这个文端的一个意思 所以文端的结构是非常清楚的啊 近年来的背景 引出儿童保健品的话题 然而的这个转折词 引出儿童保健品市场 有乱象的问题 其实的这个转折词 给我们观点了 正常发育合理进食的孩子 不用保健品 后文原因解释 对吧 整个结构层次 分总分 那么把握中心具的这个意思啊 孩子不需要保健品 来到选项当中 对应谁 对应的就是A选项嘛 健康儿童应该成为保健品的进区 就不要吃 对吧 不要吃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其他选项为啥不行啊 首先B选项 说让儿童服用保健品需 适可而止 四弟 盲目服用保健品 小心 需不受补 你看这两个 这两个选项 他侧重强调的是什么 是不是强调要适度啊 对吧 适可而止 强调就是要适度嘛 而这样的一个对策 从哪里来呢 从这儿 过量摄入有问题 是吧 过量摄入有伤害 他是从后文的原因解释来的 重要吗 不重要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来 我们文端当中 他的观点其实是什么呢 是孩子根本就不需要保健品 而不是说我少吃点 吃适量的保健品 对吧 所以BD他也跟我的核心观点 是不相符的 是不相符的 所以B和四弟不能选 不能选 包括D选项 你看盲目服用保健品 我们说了是儿童保健品 对吧 都没有儿童的这个关键词 四弟肯定不行呀 是不是 所以BD我们就可以排除了 接着来看C选项啊 说儿童保健品市场乱象 急待整治 这个乱象的问题在哪里呢 在我其实之前 对吧 其实之前 那你看 整个文端两个转折词 一个然而 一个其实 哪一个才是重点呢 哪一个才是重点 这个如果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没有办法 一下子判断出来的话 咱们可以结合什么呢 结合分数据 结合非重点的内容 也就是后文这个原因解释 这个原因解释 它肯定是在为谁服务呢 大家想中心据呀 对吧 它在为谁解释呢 哎 是不是就是 为什么孩子不需要保健品啊 是吧 所以 其实后面才是重点 其实后面才是重点 这是第一 第二点 来我们看 然而引出的是 有乱象 而有乱象的话 如果它是中心据的话 后文应该说什么 如何 去整治这种乱象 或者是这种乱象的危害 非常严重 是吧 所以我们要赶紧给它整治 它应该围绕着这个乱象在说 而后面的其实的这个转折 又把话题转到了哪里 孩子根本就不需要吃 所以这个乱象它是重点吗 不是了 哎 它只是把问题给我们指出来 引出来而已 能理解吧 所以这个乱象它是一个非重点 啊 是一个非重点 那么C我们也可以排掉了 所以这道题 大家我们就锁定在了A选项 好 这是这两道中心理解题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是没有它没有这三道中心理解题 那么 Woran 我可以订阅 啊 好